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打算去写一个路由 这个路由要写在哪呢 路由很明显要写在app.js里面 那么路由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我们基本上来说呢 是把它在底下加两个link 然后加两个router 那么加link和router的过程呢 首先我们要引相应的这个东西 那么引相的东西从哪引呢 是import 然后有两个东西都要用 这是root 然后是link 然后from reactrouterdown 把它引进来 那么引进来以后呢 在这里边的话呢 那么我们 link link link的话 然后呢 是to 等于 我们首先杠ce 那么到ce的这个位置 那么是component p-o-n-e-n-t component等于 child e 在这儿 给它打一个杠 这是到第一个的link 这个呢 是到 错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应该是root的地方 脑子抽了 这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是-link 然后在这个呢 它只有一个to的情况下呢 这是chld 下滑线1 我们给一个这样的位置 然后后面呢 根据这个的话呢 Ctrl-C Ctrl-V 我们再让它到c2 link到c2的时候呢 我们给一个2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为了让它能看起来 就nbsp分号 and nbsp分号 OK 我们加两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会形成一个link 那么有了link以后呢 底下我们就要有root 那么直接在这上改写了 rout root pass 等于 c-ce 分号 然后component 等于 大块 大块 C C 那么这个呢 是c2 chld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一个 跳转 就可以因为刚才我们是 无条件的把两个都 都选上 那么现在呢 我让它通过一个菜单呢 能够来选一选 那么当然这个做完了以后呢 底下呢 有一个在 index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要把它包一下 这底下就有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原来正常的时候 我们router也是包在app 大家回忆一下 回去往回翻一下 那么到这的时候 provider也要把它包一下 那底的问题就是 到底 谁在里边 谁在外边呢 就是你签套总有一个关系吧 反正他们都得把app 包住 不包住 这底下这事儿没法玩 那么 怎么包 谁在里 谁在外 我告诉你啊 其实都一样 谁在里边 谁在外边都一样 但是来讲 就是都都会产生问题 但是大家通常来讲的 通常的做法啊 是把provider包外边 然后把router包里边 你去看网上大量的历程 或者是这个很多人写的 这个有一些demo也好 框架也好 甚至一些代码也好 大部分人呢 是这么写的 那我们尊重的一个工序良俗 那么我们呢 也使用这种方法 就是外面是provider 里边是router 但事实上来讲呢 这个谁哥里边都一样 那么在这儿呢 那么我要再引一个东西 叫import 这个东西还记得吗 是bro,sir,router 然后s,router 对吧 要包一个router 然后from谁 rect,router,道姆 对吗 OK 我们把这个东西引完了以后呢 然后把router给它包里边去 routr 这个地方呢 给一个-router OK 然后后面这个路由 就应该能work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大概试一下 这开始包错了 这啥意思 element type is invalid 哪个地方写错了 简直了 错在哪了 刚才仔细看了 要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敲错了 这个地方的字母是 bro 应该是wser 那么所以呢 你这敲错了以后呢 事实上来讲 这个router 它就不认识 是br wser router 好 那么如果你把它拿掉以后 我们再刷一下这个页面 好 这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写代码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这个当然 这是敲代码的人的问题啊 但是实在是没法避免这种 敲错了 然后那什么的状态 好 那我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路由啊 我点1 1就出来 我点2 2就出来 而且呢 这些功能呢都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增加数 然后点到第二个呢 我给它改个名字 OK 这都能改得上去 好 那么我们要说的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 是说在这儿 如果我们在app.js这个地方啊 我们做这么一件事情 嗯 我们呢在这儿呢 可以再加一个button 然后用这个history的方式 然后来访问 这个呢 原来我们在那什么时候 我们提过一次 这个在我们讲这个路由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那么在这儿呢 我再来给大家来试一下 就是我做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可以用unclick的模式 然后是this点 上面我需要 这是我需要一个函数了 好 我翻过来先上面写这函数 这函数呢 比如叫fn 呃 括号 呃 然后呢 fn里边其实就干一件事情 是说 我this点 点props 点history 这个东西是谁放进来的 story 别拼拖了 history 点history 点push 这个其实是干嘛呢 这个是用程序的方法来跳到 sare链接 这个是 呃路由 用js的方法 跳到 呃 这个 杠c2 的 url 而且呢 这首先是拿js掉了 你掉这个js 它就相当于点了 这个东西 而且呢 我们再说一点 这个 是谁在props放了这个history 这个东西 它是外面那个router 干的事情 把 props 上 放了history 然后呢 你掉上它的push 它就push到s2了 我们可以 可以看一下 这是fn. 点 点bounce 这个太讨压了 然后bounce的时候呢 有个this 啊 这bounce完了以后呢 这是button button要有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去c2 加这个 加这个 搞不好 一会儿又又又 又有什么妖蛾子出来 好 那么在这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刷一下这页面 等会儿啊 第二个问题先出来了 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回到这 这有一个去c2嘛 首先这去c1 没有问题 我们看看它还是ok的 这是那什么 也没问题 改名的ok 那我们这次去c2的时候 它应该能把 比如在这的时候 我点去c2 它应该能出来 对吧 你看它是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exception 它叫cannot read property push of undefined 它说谁undefined呢 它说这个东西undefined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undefined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 如果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外面没有provider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是能获得一个history的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套到 这个相应的这个router里面 它就router在初始化的时候 就会把它放进去 但是现在当你变成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就放不进来了 history的失效 history为什么失效 就是因为provider在外边干了某些事情 因为在初始化的时候 它的顺序是这样的 它是从里往外初始化 那么也就是说先找到app app完了以后 然后套的把router套到app上 然后这时再把router整个app套完了以后 再把provider套在整个这个大的壳子上面 它是按这么个顺序套 那么在套的过程中 就把router在前面套进去的props给破坏了 这个歧视来讲就是因为写这个redux的人 跟写router的人不是一般人 互相之间也没商量好 那么底下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面 如果我要想让这两个都能工作 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如何同时支持redux和router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一个 做这样一个操作 把这个东西改掉 那把这个东西改成什么样子呢 改成这样 改成这有一个root 但如果这有个root的话 这就得引一下 因为你没引这标签 好吧 那么引完这个root的标签以后 这个root的标签里边加一个pass 这个pass呢 就是我们的杠 然后在这呢 加一个component等于app 这个写法 大家实际并不陌生啊 这个其实就是root的写法 也就是说 我在是杠的情况下 缺省的情况下 就硬把app往上挂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在这里面 我们啊 不对不对 这是007的那个 我们在这儿 我们已经用了这个办法 在这儿 就是这么硬挂 我们现在能挂 chill的1 我们在这就能挂app 我们把app挂进去以后 我们再看 再看这个代码 你看他能是不是就能用了 好 有些同学说 我每次刷新 这有一个no get 我们一会再说哈 在这儿的时候 你看1 我们这儿有2 然后我们这儿可以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这儿不是现在 跳回到1 我们再减去c2 他能过来 看到吗 他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啊 你看这是杠c2 然后这么一更新就没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改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稍等哈 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要改哪个地方呢 这个是在dev server上 我们要加一个配置 在这个地方 config 我们在配这个dev server的时候 这是我们所配的 先把这个去掉 这个是我们配的dev server 它的base在哪里 compress在哪里 而且它的port在哪里 然后我们刚才看 就是从这来 然后在这除了以外 我们再需要再配一个选项 叫history api fallback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其实来讲 你的路由全部是浏览器端的 我们用的也是浏览器端的路由 浏览器端的路由 所有的浏览器端的路由 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重新刷新页面的时候 它出不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它 拿掉 刚才存储了吗 存储了 因为这我改了设置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重启一下 这回出来了 这回在这 你再去访问 你看它就能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等于相当于 我们要改这么两个配置 以使得我们整个在redux 跟router之间能够工作的更好 这其实就是redux和router之间互相影响 但是home这个问题呢 其实fallback本身也是需要的 原来在只有router的情况下呢 他有在有些情况下 能直接工作 但是加了这个redux以后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之间互相影响 那么我们就要做这些改动 那么以使得他们能够互相工作 当然真正工作的时候 redux和router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要改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把这块 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我们解决了app props的失效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于 这个router redux全部的内容 以及包括在上上节课 我们说的router router和redux 怎么配合起来 OK 好 好 think by qui 过 证定 哦 证定 听 还 imientos spiral 证定 证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